大家好,两位民主党人赢得了乔治亚州美国参议院的选举之后 巩固了民主党在两院中的控制权 之后可能会出现另一轮纾困金 这次选举将结束华盛顿2000美元纾困金的障碍 这笔钱将很快发送以帮助人们 选举的结果意味着民主党可以控制参议院 他们就可以轻松地通过之前承诺过的2000美元纾困金 纽约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 当我们新的议员就职后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2000美元纾困金交给美国家庭 数目很可能称为多数党领袖 那2000美元的纾困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呢 两位分析师表示 2000美元的纾困金可能会出现在三月份左右 由于最新的立法将事业救济延长到了三月中旬 另外目前美国华盛顿看起来非常的混乱 但是等到拜登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成为美国总统以后 这一切的闹剧都将结束 好了,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拜拜